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頸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資優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心事女 美國這個槍支我覺得是無法管制 三億人口四億支槍 幽靈槍只是查到了才一萬多支 沒有查到的話 我看成千上萬吧 所以美國的問題不是說 他去把這個槍支 有沒有執照的問題 他根本就是失控 這個當然是美國的一個傳統 美國因為他是一個這個 這個移民國家 在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認為都是深入蠻荒 他們美國人就要進入到新的邊界去 New Frontier 不斷地開拓 那他當然他們就允許 這個民風強悍 民風然後自保都是槍 可是這個槍支久了以後 變成他一種文化 那再接下來變成是一種利益 所以美國有一個團體在政治上主導力量很強 叫美國的這個步槍學 Rifal Association 美國的這個槍支學會 他們在國在國會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那就是說你任何要對進行槍支管制的這些政治人物或政黨 他都保證讓你付出極高的政治代價 所以美國人沒有從來沒有人真正敢說把槍支進行管制 或者對槍支進行更進一步比較嚴格的管理 都很難作為 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的社會問題現在又變成這種被政治人物 被民粹主義讓他激化以後 那再加上一個有一個槍支泛濫的一個環境化 這種所謂的這種 就是說大規模槍擊事件 在美國基本上是沒有減少 而且增加 像紐約這一次 這個算是蠻瘋狂的 他是還丟煙幕在 然後就是刻意的這種 對無辜的人掃射 這種是一種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我覺得很嚴重 性質極為惡劣 有的時候是小朋友 像高中生什麼大學生在學校 他覺得受欺負或怎麼樣 他帶一把槍到拿著他爸爸的槍 或是他哥哥的槍到學校裡面亂掃 他還是你可以看起來他是 他是還是一個年少氣盛 或者說怎麼樣 他這個有一個目的的 像這種無目的的槍殺 這種無差別的這種槍殺 你就是這種很惡劣的性質 可是你如果這個案子再回國頭回去看 美國今年在各地發生這種大規模槍殺 這個 這個頻率相當的高 其實補充一下介大師 他說今年不止啊 去年就發生了 拜登上岸之後有多少啊 從東岸到西岸 多少人無辜的遇害 而且年紀有的老的有的小的 小孩子也會無辜的遭到槍殺 然後呢讓媽媽心痛致疑 所以呢你想想看 現在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呢 是無解嗎 我要請教一下湯老師 因為我要說的是兩個破功 一個呢是聯邦政府的破功 你看光是拜登已經宣布了 宣布要查幽靈槍 我要管制了 結果呢案子就來了 然後呢紐約市也破功啊 紐約的這個市長 亞當斯 他才先動一個 叫做地鐵安全計畫 subway safety plan 然後呢要管制 不僅是槍支啊 其實就是要規範一些遊民啊 結果呢 因為地鐵太多這種遊民 奇奇怪怪的人 然後他會莫名其妙的 你不知道他到底所為何來 對誰下手 所以很可怕 所以呢才宣布了這個二月份 才宣布 結果紐約市就發生這個事情 從聯邦政府到紐約市區都破功 那現在我們也擔心的就是說 亞裔會不會有更多無辜的受害 因為其實在一月十五號 亞裔有一位女性高惠明 就是在紐約的地鐵 被人家莫名其妙被推落鐵軌 然後呢 你看就我剛剛說的 後來就實施這個 所謂的安全計畫 結果呢 會不會可能這樣的事情 沒有辦法遏止之後 還會助長這種仇恨式的犯罪 美國是這樣子 它有三個死穴 第一個是黑白 第二個是槍支 第三個是打仗 而這三個死穴呢 它是產生一個連環性的作用 因為你黑白問題 這個當然也是這個歷史遺留問題 這個根本就無解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說警察 他去查案子 比如說有黑人 因為黑人的犯罪率比較高嘛 那你怎麼知道 這個黑人嫌疑犯 他有沒有帶槍 所以說這個就使得 這個警察去查案的時候 他的壓力就很大 他隨時可能會有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他一定要應變 有時候他應變過度 結果就那個嫌犯就受害了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而且這個結構性的問題呢 這個已經是 現在是無解了 就是因為這個槍支的這個利益團體 他的這個力量太大了 而且呢 你這個槍支的利益團體 他的槍支還不是說 只是這個小槍而已 他是跟這個軍火商是結合在一起 那你軍火商 你要賣武器 美國武器怎麼賣 他是說 你們這些大的軍火商 你們自由競爭 我美國呢 我買你第一流的這個武器 我全包了 二流三流就競爭不過的 政府排兇府 幫你出去外面賣 那你到外面去賣 那你一定要人家有需求 那所以說你要 等於說你要去山火 你要山火到人家有需求了 那我就賺錢了 這是什麼刺激消費 那當然就是刺激消費啊 對不對 那所以說這個東西是一個循環 這個是一個循環的一個概念 意思就是說你黑白的 然後跟這個國內的槍支 跟國外的這個打仗 這個三角形是一個在循環的一個過程當中 就是你黑白促進了槍支 槍支促進了這個這個征戰 然後征戰呢又跟這個黑白呢 這裡頭又有一個相關的這個關聯性 再加上這個疫情 因為這個疫情來了以後啊 這個對很多人的影響呢 生活的影響呢是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你供應鏈的這個斷鏈 你譬如說這個碼頭工人 他因為疫情 結果他沒有工作做了 所以他回去了 離開了 離開了以後呢 你現在你要回來 那一下子又找不到人 那所以說這種斷鏈的這個問題呢 也使得很多人的生活呢 就受到了這個影響 另外就是中美 因為你現在 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啊 原本美方是說啊 你中方你應該要多採購 美國的這個產品 對不對 不是一直在施加壓力 結果他們就簽好了 他說好我買你多少多少 這個小麥玉米啊 什麼這些農產品 有啊有啊 中國有買啊 對啊買啊 很好啊 可是現在呢 就是說你一方面 你買他的這個東西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給這個中方進到美國的 這些產品呢 你給他提高稅率 那這個東西是由誰來買單呢 這個是美國老百姓來買單 所以說就使得美國的這個通膨 他又開始要又上漲了 對啊 買買我剛講買這個黃小玉啊 這個對中國來講啊 是剛好是一個大的這個福音啊 為什麼 就是因為俄羅斯 對 他們是超前部署 對 這個超前部署 現在那個歐洲人覺得說 你看 你們這邊好像很有餘育啊 你這個小麥玉米還好像吃不完 你應該來提供一下 這個歐洲 替他們解解機 可是呢 這個東西是美國現在固定的 你要把東西賣到中國來 是 那你中國如果說你把這些東西 美國買來的這些古物啊 你直接賣到歐洲去的話 那你就大賺七錢了 這個等於說是美國送給中國的一個 大的禮物 因為沒有 因為以前沒有 沒有這個俄烏戰爭嘛 是 對不對 那所以說美方 中方是覺得說 這個壓力好像很大 我不見得願意買 是 結果現在呢 因禍得福 是 反而覺得說 你美國你現在送過來的 我只要轉一個手 轉到歐洲去 是 我就大賺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baby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